越是年轻的谈判者 越应该开的车好一点还差一点 我老婆跟我说 第一次参与上海电视台节目的日子 穿得好一点 别给自己丢人 我说我穿个国内品牌怎么拉 我认为也四千五一套 我老婆说不行 必须去买套阿玛尼 我说什么阿玛尼 她说乔治阿玛尼 我说我买过八十八一件 我说听好了 后来才知道是A货 然后呢 我老婆一定要带我去买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欧型的而已 你们喜欢买家货吗 你们买水果喜欢买叉的吗 大多数欧型型买东西不砍价 就让我受不了你知道吗 我老婆就是说买件好的衣服 带我去了上海市恒隆广场 一个挑战虚荣性的地方 一到副二楼我就不想上去 因为里面三分之一四分之一都是豪车 我这个地方不是我消费的地方 我不喜欢 我农村人 我说不需要这个东西 结果呢 我老婆就说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上来家 就带我上了一楼 三辆宾利车的展示 其实新一眼车嘛 小的围绕 我就一边走 我就这样子 就确实老看它 男人们喜欢车吗 旁边就是阿曼女 结果呢 我进去一看 最便宜的一套西装 一万八千六 看完之后 我们的肝就有点痛 真是啊 我觉得我四千五的西装 我可以买四套 我最嚣张的 可以穿一套 扔一套 对不对啊 结果呢 我发现呢 我看完之后 我说 哎呀 好像太贵了 我老婆说 我老公的腰有点粗啊 三尺 你跟我试一下 它合适吗 推荐一套能收腰的 你还确实拿一套 腰身就收到挺好的 好像似乎就看不出肚子大 我老婆就说 给我们包起来 我说价格没谈啊 我老婆说 这个地方不谈 我在想 她是脱吗 你们就很愤怒了 太贵了 结果呢 她说再买两件 衬衣六千块一件 一分钱不打折 观众最可恨的 连口袋都不多做 很剩布料啊 结果呢 我说 我就细问了一下 有打折的吗 姑娘说 我们这边只有六件 准备送到奥兰去的 奥特莱斯 说是打对折 三千块一件 要么尺码过大 要么过小 结果呢 我发现 我撕了两件还挺好 我就买了两件 花六千块钱 总共两万四千多 买了三样东西 一路回去 跟我老婆PK一路 后来去做电视节目 穿起来 真的感觉蛮好 然后呢 从那天开始以后 我就开始自己 要买一点好东西 后来老婆说 给我买看手表 我就没有拒绝 后来她戴哪根皮带 我也没有拒绝 我真的觉得 人就开始虚伪起来 请哥告诉我 谈判现场这个东西 有用吗 当你成为马云以后 说实话 他们开玩笑说 就是你不穿衣服 都叫时尚 但是我们不穿衣服 就是少鸣 所以请注意 一定要有行头 你知道吗 曾经有人问我 你怎么过来的 我说我坐公交车过来的 我03年刚刚创业 他说 刚才你们那个 另外一个伙伴 他是开车过来的 游侠不开车 我都不好意思说 我说我没有车 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年代 是不是要靠回头来积衫 有一段话说的非常经典 只有经历过 才能放得下 没有谈过恋爱 你告诉我们意思 所以男人姑娘们 都一模一样 越早的时候 把很多官要过掉 民意官要过掉 民官就被别人夸呀 拿第一名啊 这么过掉 立官要过掉 比如说钱啊 车子啊 房子要过掉 你会发现啊 只要过不掉 内心就不够成了强大 清楚了 内心强大 绝对不是说出来的